小翼的鸭蛇帽 同学在户外都戴着帽子 让我们既关心又好奇 经过了解 知道同学是为了控制度数点扇童计 点了扇童计 看到阳光会不舒服 所以才戴着帽子 全校只有一个人点扇童计吗 我们去访问护士阿姨 知道全校有81人点扇童计 占了全校学生人数的25% 也了解点扇童计的注意事项 我们到了眼科诊所 访问眼科医师 除了了解点扇童计的注意事项 也破解了很多关于扇童计的迷思 我们希望点扇童计的同学 懂得保护自己 大家玩得既开心 又能防止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 因此我们讨论出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讨论化海报宣导 我们讨论化海报宣导 拍摄影片 入班宣导 有讲真答 我们制作宣导单集海报 我们制作宣导 利用运动会时 向家长宣导 利用下课时间 向同学宣导 点上统计的注意事项 我们拍摄 视力宝间宣导影片 利用校内广播系统 播放影片 我们利用晨光时间宣导 并举行有讲真答 利用问卷之道 宣导效果良好 获得很多的回响 在户外活动时 点上统计而有戴帽子的同学便多了 我们将影片放在学校网页上 我们将影片放在YouTube 经过这支影片之后 大家都开始戴帽子 在操场上也会有人在戴帽子 不止我一个人在戴帽子了 这次我学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访问眼科医生也知道眼睛的重要性 看影片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让全校都认识我了 我觉得跟大家宣导 点散从记的注意事项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DMC成功 祝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